欢迎收看VC Wellness Stronger Together视频 我是Wincent 今天我们一个新的系列的主题 叫做常见的挫折 第一个topic我们想讲的是 如何突破我们寻找顾客的瓶颈 不管在哪一行哪一页 所有的老板都会面对同样一个烦恼 就是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sales到底要从哪里来 很多时候 如果你没有办法 有稳定的客户的来源的话 你会发觉说你的sales 你的营业额永远不能够稳定 而且长期下去有一种往下走的趋势 所以这一个是每个老板 所面对的第一个最大的烦恼 那么Nature的事业特性 很明显的 因为我们是以保健事业的 保健事业养生的事业 很多时候 就是有明显的before after的对比 那么当你有一个很明显的 before after的对比 就很自然 人家目睹你的变化 那么就会对你所经营的事业有兴趣 可是往往这个对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才比较容易为他们认识你 了解你的before 所以看到你的after就非常容易开始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你就是说你的个人的人格 如果你一入来都是一个老实的人 当你有很好的before after的话 人家也自然会比较容易相信你 但是这个有个很大的盲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在经营这个事业都是从 只是从家人和朋友身边开始的话呢 那么你会发觉说你很短的时间 可能在三个月到八年里面呢 你就开始会面对瓶颈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认识的你身边的家人 还有你所认识的朋友 那个数量一定是有限的 刚才说的三点呢 就是一般新人所会经历过的东西 都是从身边的家人朋友开始 可是做生意呢 你是要看长远 你不是说做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你是要看长远 那么我在这行呢 已经经营了21年的生意 所以我是如何克服这一个啊 如何克服不断的去开发 这个新的客户源 这个是我们这一行呢 所必须要掌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和能力 基本上我是用三个管道呢 来稳定我的客户来源 第一个呢 就是现在人都在用的了 社交媒体的力量 我们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你可以在Facebook啊 你可以在WeChat啊 Instagram啊 现在有个很新的小红书 各方面呢 你可以去发 用这个社交媒体的力量呢 让人家认识你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现在啊 我非常经常在focus在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YouTube的频道 那么基本上呢 我有NATRU呢 有一个YouTube频道 我自己的团队VC wellness 但是呢 也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所以通过YouTube channel呢 其实我们是累积了很多的啊 课程的资料啊 产品的资料 也包括我们许多成功的案例 见证呢 我们都啊 用简单的方法conversion video 并且说很多时候呢 啊 这个资料户还有见证户啊 能够帮助我们 让人家更容易 更有效率的认识我们 那么第二广道呢 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广道啊 就是聚会哦 啊 聚会呢 包括你跟中学朋友啊 同学朋友啊 旧同事啊 或者是外面认识的朋友 工作上认识的朋友啊 或者甚至和家人亲人的聚会 只要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不管是啊 啊 是属于亲人还是朋友 还是同学同事都不重要 就是聚会 那么聚会的过程中呢 我很坚持的做这三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呢 我会真诚的分享啊 因为聚会的时候呢 往往人家都会问啊 你最近在忙什么 在做什么呢 我都会分享 我在做的一些很好的案例 那么这样子呢 时间久了过后呢 就会产生他们对我建立的 这个信任和信心 在过程中呢 我也会展示我的专业能力啊 让他们了解我在 啊养生保健这方面呢 我真的是有啊 啊独特的见解 那么我也有能力 帮他们解决健康上的问题 所以这种聚会呢 啊 时间久了过后呢 就会无形中的啊 呈啊 很有效率的啊 建立别人对你在这个领域行业的信心 和专业能力 刚才所讲的社交媒体的方法呢 其实有一个缺陷是什么呢 啊 就是对于建立信任的过程的时间会比较久 那么第二个啊聚会呢 那么聚会的另外一个缺陷是什么呢 就是你呃都是从一组 从一小群的人 那么这小群的人啊 就算他们有兴趣的话呢 你也是发觉这种客户员也是有限的 所以呢 第三个选择呢 也是我现在呃觉得最有效率的方法呢 就是去参加啊 商业团体 就是这种啊 B&I的商业人物和商业联系 那么在这里呢 同样的也是呃真诚的分享 这样建立我的别人对我的信任 还有展示我的专业能力的话呢 那么这样子无形中啊 啊这些啊商业伙伴呢 他们都会有都能够有效率的呢 去开始转接顾客给我 那么这个是呃 我觉得在做做老板嘛 那么做老板你就要有老板啊 B&B的这个能力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会发觉说啊 你在这个经营事业的过程中呢 你就不会这么容易掉入一个没有顾客 没有新顾客没有顾客员的一个窘境 从社交媒体也好 从身边的亲人朋友开始都好 还是你在外面啊 认识人 这各种方法呢 其实你都会面对啊 四种情况呢 会让啊 容易导致我们面对失败的问题啊 就是批评拒绝逆境 还有这个偏见了 就是我们所统称的这个啊 啊crap这个东西呢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 其实就会导致我们面对 呃 更容易的面对失败和挫折 这个失败的 这四个失败的陷阱呢 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和克服的 那么第一个呢 是讲讲批评啊 就是批评的就是当对方说 我说出我们的呃 生意 做做我们的产品 他对我们的生意产品呢 有很多负面的看法 或者是呢 呃 特意的去 呃 找一些他自认为是的缺点 那么一般上呢 你都会 最常听到就说啊 我没听过啦 到底安不安全呢 哇 你这个产品这么新啊 那么是不是找我做摆老鼠啊 那么其实呢 啊 最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通过YouTube 我们现在做的YouTube的这个 啊 training 还有我们的资料 还有我们的见证 那么因为从啊 我们的training的资料里面呢 课程的资料 还有我们的见证呢 其实就能够让对一般的人都知道他是安全的 那么通过我们收集了这么多年的见证呢 那么他们也会知道说这个产品啊 并没有他想象中的这么信 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摆老鼠 所以呢 只要你懂得去善用我们的这个YouTube 视频的话呢 你就可以克服大部分所面对的批评的这个困难的瓶颈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要预防的失败就是拒绝了 那么一般上拒绝就是讲说啊 对方不愿意了 或者是不同意了 或者是不想 那么一般上呢 他们的口愁禅了 就说啊 哇 这么贵呀 没有效果怎么办 啊 不然就跟你说 哎呀 我要考虑先 我要想一想先 那么这些东西呢 往往呢 其实是因为他们看不到 啊 HO这个产品的价值 他们只看到价钱 那么当然啊 价值有从两 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的 就是他到底对啊 这个非药物疗法的认同度到哪里 那么有一些人呢 他打从根本讲起就是他只相信医生 什么东西都不相信 那么其实呢 你就知道说 这一个人呢 不是一个啊 没有man的这个啊 不符合man的这个要求的顾客 所以我如果遇到这样子的顾客呢 基本上我就啊 就算了吧 那么你也做不了什么东西 那么第二个巨大的原因呢 就是说啊 他还没有看到价值 他还不了解啊 这个HO的氢氧气量呢 能够解决什么健康上的烦恼 尤其是当身体有疾病的时候 他能够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这 他讲白了 也是唯有通过见证呢 我们的youtube的见证video呢 让他们了解说 看到啊 这个啊 HO氢氧气量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逆境了 就是啊 就是遇到很多挫折了 遇到很多困难了 啊 你觉得很不顺利 那么这种呢 啊 的口 啊 一般上的顾客就讲说 哇呀 你们的service太贵了了 不然就跟你说啊 其他的品牌是不用service的 那么其实这个解决的方法很简单的 我每次都笑笑 跟我的顾客讲说 哈 那你就想一想哈 你家里的aircon啊 一年 每年你都会很正常 service 一年多 如果你过了一年多 你都不service的话呢 你就觉得说 除了aircon不冷之外了 你会觉得说 哎呦 每天晚上这样子戏哦 哎呦 会不会很肮脏 那么 对我的肺 对我的健康有影响 我们就很自然 会找人来service aircon啊 那么我们的汽车的mallage啊 到了啊 5,000或者10,000你要service的时候啊 你如果忙的话 在KL你可能还会偷呃 延迟多几天 但是如果你要outstation的话呢 哇 我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啊 再不得空啊 都会想时间啊 啊 抽时间出来安排 把车子拿去service call 才赶出门 为什么呢 安全 所以我就跟我的他们说啊 呃 包括我们的家里的waterfuelder 也是一样了 你你知道说那个waterfuelder 太久 那个滤心没有患啊 也很不安全啊 那个水啊 都不懂啊 安不安全了 这样子每天在喝 所以 你试想想一个轻氧气疗啊 你是直接呼吸进入到你的肺 然后通过那个那个气体 能够往你全身 每一个细胞里面 每一个气障里面跑 如果我们的HO的轻氧气疗 不需要service的话 你真的能够放心用吗 啊 这个是啊 一般上呢 我的经验说 对方顾客了解了这一点过后呢 他们都会明白 在家上看到这个Hashow氢氧气疗 能够做的价值呢 基本上他们就不会觉得是太贵 他们很多时候呢 讲说的确安全 啊 比任何东西都更加的重要 第四个呢 就是啊 对我们的偏见了啊 就是他认他基本上他有一个看法 那么对于我们 呃 是恐惨的是很不公平的 那么或者对我们呢 有一点啊 诽谤或者是攻击性的 我可以这么直讲 那么一般上呢 你就听他们讲说 你们公司赚太多了了 你们卖便宜一点 生意不是这样做的之类的话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会我我我个人今天我有两个看法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是嫌很贵 他有这种恶意性的批评 那么我就会很潇洒的跟他们说 OK啊 不紧 那么你先去考虑一下啊 很多时候 我不是让顾客去考虑 不是让顾客来跟我讲啊 他需要时间考虑 我会直接跟他讲说 倒不如你考虑一下 那么你去了解了过 你考虑一下 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帮到你 那么你才来 我们才来 进一步的探讨 啊 很多时候呢 如果这一个人是很恶意攻击我的话呢 我基本上就算了吧 就放在一旁 也不需要跟他去争辩 那么我们做好我们的事情 我们做好我们的专业 那么他没有兴趣 就找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人哦 啊 所以这个是我预防失败的啊 的态度 还有我的方法 批评拒拒逆境和偏见呢 就是导致呃 就是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失败的陷阱 OK应该这样子讲 陷入失败的陷阱 所以我刚才已经跟你们分享了 当我每次面对这四个啊 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我的态度和我处理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发觉你用了啊 我刚才所和大家分享的都顾客 对方呢 还是继续的啊 持续的批评你啦 拒绝你啦 对你是有很大的偏见呢 其实啊 就很明显的告诉你说 这个人啊 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顾客 那么就算了吧 那么我们就放下他 就找别的更好的人选 所以呢 在呃 当然这种种呢 其实啊 总结来说呢 还是预防失败 还是做这三点 第一个就是啊 持续性的去认识新朋友 那么去真诚的分享 那么啊 花点花时间去见到别人对你的信任 那么其中一个方法呢 就是把你很多成功的案例啊 放在啊 YouTube里面 同时也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 只要这三点做好的话呢 其实啊 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顾客员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谢谢大家的收看 使用NATURU非药物疗法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排毒抗发炎 弊病的一个效果 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方法 就是使用黑秀 黑秀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掉坏的自由基 排酸毒达到一个灭咽必病的最佳效果 第二项就是HTT HTT呢 是有效的排寒湿毒 疏通我们的经络 达到一个局部性的止痛 第三 The 1-to-1 Diet The 1-to-1 Diet的Step 1跟Step 2呢 是有效的启动一个自觉系统 它帮助我们的身体呢 排掉一个老旧细胞 让我们的老旧毒肺物呢 顺利的排出体外 而且补充齐全的营养 第四 就是用LifeSpark LifeSpark呢 最有效是排血液的垃圾 补充我们的神经细胞 而且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那记得要长期保持健康的过程中 一定要尝试使用这四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 Netrofi药物疗法的排毒 抗发炎和弊病的效果